今年是大紀元系列社論 《九評共產黨》發表20週年 這本書揭露了中共的歷史和本質引發了反響 在全球掀起了退黨大潮 至今已經累計超過了4億3千萬人 主動退出了中共黨團隊組織 不少在美國的華人紛紛的三退 和中共徹底的決裂 來看到洛杉磯記者的報導 2024年11月19日 是大紀元社論《九評共產黨》發表屆滿20週年 通過《九評》 許多中國人認清並退出了中共 它首先保障的就是黨的利益和統治者的權利 說到直白的老百姓的死活 其實並不是他們所關注的 尤其是八九以後才讓更多人看清楚這個真相 曾經我也是一個小粉紅 當我們有什么05大區 有航空母艦的時候我也好興奮 我們有殲二零我也好興奮 我覺得我們的軍隊強大了 後來我明白了 我們有這些先進武器 其實不是抵禦外敵的 而是共產黨欺負我們老百姓的時候 讓別人國外的人外國不敢說話的 他不是保護我們的 在了解共產黨的邪惡本質後 他們紛紛聲明退出曾經加入的中共共青團和少先隊組織 與中共做切割 小時候由於無知嘛 所以就隨大流 跟隨老師學校的安排就加入了 長大以後 後來發現了有一些社會團體可以幫助我們退出共產黨 然後我們就就正式的退出共產黨組織和這個組織決裂 我現在已經認清中共的真面目了 因為我之前一直被中共蒙蔽 覺得他們是偉大光明正確的 其實後來我學會翻牆以後發現他們是最邪惡的政黨 跟德國納粹沒有區別 就控制人類思想 人民思想 所以說我現在決定退出他們一切組織 而且我覺得政治不應該兒童化 什麼少先隊員 這個太邪惡了 太邪惡了 據大紀元網站數據 直接搞錢 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數 已達到4億3726萬5827人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楊陽、林永峰 洛杉磯採訪報導